好 前面提了那個什麼寫啊 那個數目要寫在哪裡 可是到底要怎麼配 要怎麼配出來 怎麼組成出來呢 正負加數要一樣 有幾個正就要配幾個負 所以要做總頁面要一樣 那是NA正 一個正 綠是CL負 一個負 所以一個那就要配一個綠 聽懂喔 一個正配一個負 一個每次NG2正有兩個正 OH負一個負 所以兩個正要配幾個負 兩個負 所以要配幾個氫氧根 兩個氫氧根 所以要寫氫氧根 注意喔 我寫的是OH刮虎起來2 就是那整個刮虎有兩個 懂嗎 所以氫氧根有兩個 不可以OH直接HO負寫2 不是那玩意 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那個東西 OK 所以要做刮虎起來 OH整個刮起來 刮虎的東西有兩個 兩個氫氧根 所以一個本要配兩個氫氧根 兩個氫呢 要配一個硫酸根 為什麼是兩個氫 因為硫酸根是SO4二負 有幾個負 兩個負 H正幾個正 一個正 兩個負要配兩個正 所以氫氧子要兩個 要兩個才能夠配一個硫酸根 要2H正才能夠配一個硫酸根 變成硫酸根 就是配法 組成要這樣組成 正負架數要一樣 然後我們寫的時候呢 通常是金屬寫在前面 非金屬寫在後面 鏽化銀 銀是金屬 銀寫前面 AG 鏽是非金屬寫後面 BR 所以我們寫做AGBR AGBR AGBR OK 這是分子氏寫的時候 金屬在前 非金屬在後 如果有氧 把它氧寫在後面 氧化銅 所以氧在後面 銅在前面 所以CUO 銅在前面 氧在後面 還有一些根 根除了氨根之外 都寫在後面 氫氧化鈉 氫氧根 所以鈉寫前面 NA 氫氧根OH寫後面 硫酸鎂 硫酸根 鎂寫前面 SO4寫後面 為什麼氧根 氧根 氧根是什麼行 金字行 所以像什麼 金屬 金屬要寫前面 所以氯化鈉是MH4Cl MH4Cl 氧根寫前面 氧根寫前面 然後呢 如果是酸 硫酸、醋酸、硝酸 就是氫加硫酸根就叫做硫酸 氫加硝酸根就叫做硝酸 氫加醋酸跟硝酸 醋酸 那 醋酸比在我們習慣上寫CH3、COOH 把它氫起來後面 可是我也看過有人寫H、CH3、COOH的 OK 那比較少 比較少 好 那鹽酸就是氯化氫 所以氫寫前面、氯寫後面 OK 剩下人有幾乎碳氫氧 通常照碳氫氧的秩序寫 所以葡萄糖寫作C6、H12、O6 那是書寫的次序 那是書寫的次序 OK 中文的名字通常會跟英文顛倒 英文寫A、G、B、R 中文念有什麼? 秀化語 今天文念有秀化語 反過來 反過來念 反過來念 所以中文的名字通常會跟元素不號的情況是 顛倒過來的 顛倒過來的 就是我們告訴你 我們這些化學是該如何去書寫的方式 該怎麼寫的方法 OK